怎麼上網買菜呢? 我們先連進去一點力蔬果批發的網站 只有右上角的地方手指這個位置 點開就會跑出左側一些選項 左側的第四個選項為線上購物 點下去之後會再有細項出來 我們再點一下它的購物專區 之後跳出食材宅配的選項頁面 我們往下滑選擇你想要的蔬菜 但是因為項目太多琳瑯瞞目不好選擇 所以我們可以鎖定想要的種類 就是最下面最著策的細項 假設我現在點選新鮮蔬菜 那跳出來的頁面都是跟蔬菜有關的 這個時候的頁面都是蔬菜或水果啦 有時間我們可以慢慢逛一下 都是現在季節的蔬菜 種類和公斤還有價格都標示得很清楚 例如我看上這個包心白菜 可以直接放入購物車內 數量加一就是代表一份 往下滑持續選購你想要的蔬菜 突然又看到另外一種白菜 喜歡大白菜的林老師也加入了購物車啊 如果沒有時間慢慢逛 想要直接找想要的蔬菜 那也可以直接使用他們的搜尋功能啊 在手池的地方輸入您要的蔬菜吼 之後就會挑到跟你輸入相關的蔬菜啊 因為輸入玉米所以跟玉米相關的 都會一個一個跳出來 從玉米相關詞找到您所需的玉米啊 找到之後我們就放入購物車 放了一些蔬菜在購物車之後呢 我們再來買肉類點選冷凍生鮮肉瓶 這個時候想要買豬小排骨 找到了一樣加入購物車內啊 準備加入購物車了 換來買個海鮮吧 點進去左側的海鮮水產 海鮮的種類也不少 看到蛤蜊後決定也放進購物車內 最左上角處有一個購物車的圖形啊 點進去就可以準備結帳啦 在購物車結帳系統內啊 可以看到你剛剛訂購的東西 兩種不一樣的大白菜 玉米 豬小排 蛤蜊大的 考量買了兩個不一樣的大白菜啊 決定將包心白菜取消 取消的方式也很簡單 在包心白菜的附一的地方按一下 系統就會再重新計算 電腦重新計算之後 包心白菜就不見了 剩下原本點的那幾個都還是一樣留著啊 決定要付款時請划到最下面啊 總金額還有運送方式都清楚名列 之後按下前往結帳 其類 結帳頁面會要求你寫下基本資料啊 照實填寫即可啊 之後會再出現最後一次的金額確認啊 然後按下去使用信用卡付帳啊 就會跳出信用卡的相關資料啊 你就確實填妥後 按下確認即可 之後線上支付系統確認55後 就會通知您付款成功啊 畫面也會導入付款成功的頁面啊 通知您一共消費443元 扯之免費哦 這一張就是你已經訂閱成功的確認頁面啊 今天訂明天到 到林老師下午1點50分的訂單之後 快機部門馬上答應出出貨單啊 現場工作人員將持單前往拿貨 列印訂單出來的時候 訂單打單的流程已經完成 好 5月26號下午2點10分 快機部門上班收到訂單 林老師訂了五樣東西 怎麼買怎麼送 好我們現在早上6點多 6點10分 那我現在在建國市場 那他們呢 會訂單會直接到這邊 那我們 跟我走 1點1黃昏市場 那會來建國市場買貨啊 只有海鮮和肉類才會在建國市場選購 畢竟現在疫情嚴峻啊 市場一卻充滿風險啊 那這裡就是建國市場啊 1點1市場開始購買林老師訂單的東西啊 首先是蛤蜊實實在在的 趁重後包裝帶走啊 每個訂單每一個項目啊 都確實幫客人調好貨並再三確認 海鮮蛤蜊完成 接下來就是林老師訂單的豬小排啊 1點1蔬果批發公司的員工手臉的膠帶 並膠帶要剁好 煮肉攤將豬小排交給1點1啊 肉類海鮮都是在建國市場挑貨購買 那蔬菜的部分呢 位於環中路的1點1蔬果市場的中央倉儲啊 大量採收的中部蔬果水果器座在這裡分類啊 林老師的蔬菜也是從這裡出貨的喔 剛剛說這個建國市場 我們買完了這個肉類 還有這個海鮮 這個蛤蜊 然後他們就會集中送到1點1蔬果市場這邊 中央廚房這邊 那再跟我其他的一些蔬菜呢 做一個整體的包裝 包裝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整個宅配的動作 他整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他的中央工廠 他的流程是怎麼樣好呢 好 那我們就進來看看吧 大概就大家在馬路的樣子 他進去的時候他們都會戴一個帽子 所有的貨都會集中到這裡來啊 主要是建國市場和1點1市場啊 熟練喊著貨 所有的訂單的貨都會一袋一袋放在籃子內啊 此時林老師的蛤蜊和豬小排要真空包裝啊 馬上交給下一個收穫的收穫的收穫的收穫 馬上交給下一個收穫人 迅速的將訂購的蔬菜集中起來 並推出去啊 林老師訂了玉米 繼續挑貨 林老師訂了小白菜啊 林老師的三棟大白菜 趁重完後包裝一定要和網頁的重量一樣啊 之後最後的整理確認啊 蛤蜊豬小排啊 大白菜小白菜玉米 包裝完成了 放進籃子準備上車出貨 和其他的訂單蔬菜放在一起 準備出車啊 準備上車出貨啊 重點是宅配不用錢啊 早上8點45分送到林老師住家交代管理室啊 我們來打開一下看看裡面啊 因為林老師有事出門啊 開箱的是林老師的勘手帶領啊 首先出來的是小白菜 接下來是山東大白菜啊 接下來是山東大白菜啊 下一個是蛤蜊啊 海鮮嘛 接下來是玉米啊 再來是豬小排啊 以上五種蔬菜肉類 絲毫不差送禮家門 從訂到宅配到家 根本不用24小時啊 安全又便捷 在疫情嚴峻時 多多利用買菜宅配功能 我是林老師 記得分享訂閱啊